第三千三百三十一集 叶洛尔浑身筋骨也跟着一阵暴响 皮肤冒出了龙纹 然后整个人都有画龙的迹象 一尊荒谷龙神的虚影在他身周萦绕不散 成功了 夜晨呼吸窒息连忙后退 此刻的叶洛尔成功显化出了荒谷龙神的迹象 威能非常磅礴 连夜晨都有窒息的感觉 幸好七星屠龙阵隐蔽 这气象并没有发散出去 如果能在以前 夜洛尔是不可能成功施展龙神破天绝的 但现在有着那颗太上晶石的辅助 他终于成功显化 进入了九天神术的修炼状态 夜大哥 这块晶石很适合我 我准备闭关修炼 汲取里面所有的灵气 夜洛尔睁开眼 还维持着修炼的手势 目光无比欣喜 这块太上晶石非常适合他修炼所用 如果能全部吸收晶石里的能量 足以让他掌握龙神破天绝的一丝奥秘 不再是被动施展 而是有主动出击的可能 九天神术主动出击 杀法之恐怖 比无上援兵还要厉害 夜晨听到夜洛尔这番话语 也是无比的喜悦 同时也带着巨大惊讶 要知道 这可是来自太上世界的晶石 是昔日红天经用来催动七星屠龙阵的 能量非常磅礴 就算是夜晨都不可能完全吸收 但是现在夜洛尔却说要完全吞噬 可想而知 他的九天神术有多么的恐怖 就算在磅礴的能量都能够吸收 好 洛尔 你好好修炼 如果你能突破蜕变 直接拥有灭煞明龙神殿的实力 那就再好不过了 夜晨满是喜意道 嗯 夜大哥 那我闭关了 夜洛尔闭上眼睛 直接进入了闭关状态 不断吸收这块晶石的能量 全神贯注地修炼着龙神破天绝 夜晨在这里守护了半天 确定真的不会有意外发生 才满意离开 接下来该准备去圣天府了 回到掌教居所之中 夜晨心神凝重下来 开始盘算接下来的事情 现在摆在夜晨面前 最紧要的事情 那就是 让李青山回归圣天府 救治李飞雪 但圣天府里 天才娘娘心狠手辣 肯定会针对 如果贸然踏入 势必遭到她的截杀 连五弟魔神 都因天才娘娘而死 夜晨自然不敢大意 展开黄泉图 夜晨直接进入黄泉世界里去 见过尊主 沙罗茶树枝叶摆动 弓声行礼 夜晨点点头也不废话 直接一抬手喝道 荒谋天剑 起 话音落下 漆黑如墨的荒谋天剑 顿时从沙罗树底下飞射而出 纯龙丹 管住 夜晨目光灵力 毫不吝惜 直接大手一挥 将上千万颗纯龙丹 全部拿去喂养 荒谋天剑 夜晨库存的纯龙丹 总共就有三千万个 之前分发给太玄镇门弟子 也就消耗了一百万 但是现在 为了喂养荒谋天剑 他直接调动了千万只树 足足一千万颗纯龙丹 飞到了天空 汇聚成一片丹药的海洋 无数龙影一层层的交织 壮观到了极点 下一场 这些纯龙丹 就全部融化 成了一缕缕的药液 疯狂浇灌到荒谋天剑里去 这把荒谋天剑 还是除剑 正是需要喂养的时候 夜晨也没有什么疼惜 上千万的纯龙丹 就这么挥洒出去 这次去圣天府 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 他自然要做好准备 只要荒谋天剑壮大即来 夜晨就多了一分 怼敌的底牌 要知道 荒谋天剑可是八大天剑之一 魔道锋芒一旦爆发 足以横扫一切 此等神兵戾气 绝对有培养的价值 荒谋天剑吸收了大量纯龙丹的灵气 顿时魔气暴涨 剑光滚滚 一道道剑气炸裂出来 当空旋转舞动 轰隆隆作响 演变成一个百万魔剑大阵 这个大阵足足有一百万道荒谋剑气 层层交织斩杀 就算是还真敬后期的高手陷进去 恐怕也有陨落的危险 好 很好 这次去圣天府 我就多一分底气了 夜晨面露喜色 备了一千万颗纯龙丹 荒谋天剑显然有了巨大成长 虽然还是一把锄剑 但剑气之灵力远胜以往 接下来的几天 夜晨就专心练剑 同时参悟着各种阵法窍门 他得到了修罗魔神的传承 现在阵法之道非常精深 阵法之道奥妙无穷 只要使用得当 也是一张巨大的底牌 圣天府给的时间是十天 十天之内 李青山必须赶过去 否则超时 就算赤冤圣王想和他相认 圣天府的高层们 也不会再收留他 到第八天 夜晨估摸的时间差不多了 便叫来李青山准备出发 大哥 我有点紧张 李青山的心脏砰砰直掉 他知道自己是私生子 在圣天府里 那天才娘娘想要杀他 如果稍有不慎 他必死无疑 他倒是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只害怕拖累姐姐和夜晨 没事 有我在 夜晨笑了笑 手里拿着玉佩 开始感悟圣天府的位置 这块玉佩 也是五帝魔神临死前 交托给李青山的 乃是赤渊圣王赐下的信物 上面留有圣天府的一丝 天机痕迹 李青山需要靠着这一丝痕迹 找到圣天府的位置 这也是赤渊圣王的一个考验 如果李青山 连圣天府的位置都找不到 那这个儿子 他不认也罢 李青山的推演神通 非常之弱 却没办法捕捉到 圣天府的存在 幸好他身边还有夜晨 夜晨拿着玉佩 吉摩之铜一开启 立即看到了圣天府的位置 隐藏在茫茫大山之中 非常隐蔽 在天人玉里 圣天府是极为神秘的势力 一般人根本不知道 池渊圣王似乎 没有争霸的意思 或者说 现在还不是争霸的时候 找到了 走吧 夜晨微微一笑 锁定圣天府的位置 马上出发 李青山一阵 震激动 跟在夜晨后面 李飞雪的冰关 暂时由夜晨 放到黄泉土里保管 两人不到一天 就差不多抵达了圣天府 在千里之外停顿下来 随后一边飞行 一边调养灵气 越是靠近圣天府 夜晨越感到危险 周围的天空 也有不少人影 正飞行前往 似乎赶赴什么圣会 你父亲接见你 难道外人都知道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外人呢 夜晨眉头一皱 原本以为赤渊圣王 接见李青山 是非常秘密的事情 但是现在看来 似乎是出了点意外 大哥 我也不知道 现在怎么办呢 李青山坠坠不安 越靠近圣天府 他越紧张 他倒是不担心自身安危 只是害怕救不了姐姐 你先等等 夜晨目光移转 看到一个御剑舞者 从身边飞过 当即上前 兄台请留步 那御剑舞者眉头一皱 何事 夜晨塞了一瓶纯龙丹过去 不知圣天府有什么盛点 怎么这么多人过去啊 那御剑舞者收下丹药 脸色稍缓 但听到夜晨的这番话 却又是警惕起来 你是谁 怎么回事 谁让你来这里的 你连天才娘娘的寿臣 都不知道 天才娘娘的寿臣 夜晨顿时心头一震 想不到 居然和天才娘娘有关 兄台不要误会 我听说 圣天府附近 有几种罕见药材 想进来采药罢了 没想到见到这么多人 心念电转间 夜晨随便找了个借口 搪塞过去 那遇见舞者 看了看手里的丹药道 啊 原来你是炼丹师啊 可真是够胆大包天的 居然赶到 圣天府的地盘采药 这圣天府乃隐世巨拨 平时人际罕至 但这次 天才娘娘提前举办寿臣圣典 邀请了各方宾客 所以才会这么热闹 提前举办寿典 夜晨心头一动 是啊 本来要等几个月后 才是天才娘娘的寿典 但现在他突然提前举办 也不知道为何 寿典明天就要开始了 你可有邀请函呢 明天开始 夜晨和李青山相视一眼 两人皆是震动 也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明天正是十日之夕的最后一天 本来按照约定的话 夜晨和李青山现在及时赶到 可以和池原圣王碰面 得到圣天府诸多高层的认可 但现在 天才娘娘居然举办寿典 摆明是要为难李青山 不让他回归 整个圣天府 都在忙碌着寿典的事情 天才娘娘插了一脚进来 李青山想要回归 几乎不可能了 夜晨内心顿时一沉 表面上不动声色 朝着那遇见舞者道 在下只是来采药 却没有邀请函 那舞者道 没有邀请函 那你不能进去 我劝你快快离去 天才娘娘的脾气你也知道 一旦得罪了她 你们两个怎么死都不知道 说完 那舞者遇见飞离而去 留下夜晨和李青山两人在原地 两人面面相去 均感凝重 天才娘娘不只是提前举办寿典 甚至要有邀请函才允许进入 摆明是刁难李青山了 夜晨和李青山都没有邀请函 根本没有踏入圣天府的机会 自然不可能和赤鸢圣王相见 大哥 怎么办 李青山眼神焦急 没想到会碰到此等变故 过去看看再说 夜晨目光一宁 却是没有轻易放弃 而是带着李青山 继续飞往前方 大阳 大阳 大阳